您進到這邊之後,有一個線上測驗,應該說調查 我把這裡放大一點 有一個調查,我們先來問看看大家 您可以掃一下QR Code,沒關係 來問一下大家,您到底用過哪些所謂的影像處理軟體 或者您曾經聽過 有沒有這樣後面QR Code掃得到嗎? 還是我再上來一點點 這樣後面可能比較好掃 夠大嗎? 不夠大的話可以再放大一點 我再把它變大一點點看看這樣大家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就全部滿版了 這樣可能後面就比較OK了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您進到這個線上調查,您就可以勾一勾 我都有把那個圖秀出來給你看 好,比如說像PotoShot啦,Ela Trader啦 CodeDraw啦,Potoimpact啦 像Potoimpact就沒有明天了嘛 它已經屬於明天過後的 因為它被CodeDraw這家公司併購之後 就已經併動起來了 所以可能也許您小時候有用過這一套 以前是台灣軟體嘛 現在已經變外國公司了 它現在就到S3之後就不會再出新了 另外呢 有一些免費的,比如說Photocap啦 這也是台灣的 然後像Jimp,這是Open Source的 另外還有一些比如說 向亮的Inscape啦 Photocap啦 這個也都有人用 其實現在的軟體事實上是很多 但是問題是你不見得一次要學這麼多 對不對 那麼另外呢 你看我們現在手機大家很方便 有沒有很多所謂的APP應用程式 有 像這個郭董有投資的嘛 這個有沒有,美圖秀秀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一下 確實有很多方便的 很多做的蠻方便的 那另外美拍啦 還有我們往下走 還有好多喔 還有如果你比較文學氣息的 我可不可以先調查一下 有沒有人用過這個叫文青相機 沒有喔 等一下可以試看看 拍完之後就幫你叫個詩詞啊 或者這樣 那感覺其實蠻不錯的 那如果你要比較有個性化一點的 因為現在很多 大家不想要用自己的大頭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 有沒有 我們選舉也很常看得到啊 選舉都要有一個公仔的那個 就是那個圖樣對不對 自己的拍 自己拍怎麼做 也有啊 什麼摩曼啊 踩曼啊 都有這種 拍完直接變卡通 就好了 所以很快 所以很快齁 那當然 有一些不可否認是大陸的一些APP 那他們 老實講就是會有一些廣告 這個 可能就要看你了齁 所以 再來我們往下 那還有這也是線上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接近我們講的Photoshop的界面的 好 那還有呢 跟影像處理也有點關係的 這個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調查裡面通常是這個 大家用最多的 因為通常你手機裡面就有 對不對 至少 你不用他做影像處理 至少備份也是很重要 備份 我們照片的備份 所以這裡面還有很多一些線上的 所以您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稍微試看看 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 到底哪一些 你有用過 哪一些沒用過 一般來講 大部分上面這幾個 就算沒用過也有聽過 因為這個 都是最頂尖的 好 只是他們現在的什麼 軟體付費方式 拍謝齁 不是一次買斷的 是用月租的 跟你的手機費用一樣 所以以後 你的檔案在你手上 是打不開的 因為你沒付錢 沒付錢 所以你 檔案在你手上也沒有用 因為他就一個月一個月 把你收錢買 好 這個是現在 Adobe 還有我們AutoDex 這系列 他們都是用這種方式 來做收費 這個是以後的趨勢 以後趨勢 很多其他軟體 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大家調查的結果囉 大家動作很快 有二十二位已經回答了 有二十二位已經回答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囉 你看 大家聽到最多的 沒有錯吧 就是Photoshop 對不對 Photoshop應該是最多的 那Photel Impact也是 那其他的其實用到的 就可能大家聽到的 也許就真的比較少 就比較少一點 軟體類的應該這些 那我們再往下走 APP 欸 美圖秀秀用的人很多喔 所以這個廣告有成功 另外一個 欸 哇 摩曼也有不少人用耶 你看摩曼也有 一些人有用過囉 但是摩曼 它基本上都產生單色的 所以如果你要彩色的 就要用采曼 哈哈哈哈 所以 這個都有啦 那麼 另外呢 我們再往下一下 欸 雲端服務 果然不出所料 Google相簿用的最多 對不對 欸 不過我蠻訝異的喔 這個 竟然有人有用過喔 你看 有同仁有用過喔 這個是線上的 所以你現在即使你不安裝任何軟體 在線上 也可以完成大概80%左右的功能 我不敢講100% 因為畢竟有些功能還是屬於淡機板 它才比較有的 或是屬於付費功能 付費功能 那 好 那麼這些OK的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回頭來看一下 到底這些要怎麼用喔